您可以看到新加坡第一座鱼管石雕像 狮藤鱼山的雕像说明于波浪状的一座 是新加坡的雕质 而它背后有一段扭曲的历史小故事 话说新加坡本来的名称是淡马西谷城 再转过于是海城的意思 不过根据梅琪文的记载 当一个鲁塔玛王子和他成的座岛鱼时 看到一头狮子 先把这个地方改成为新加坡拉 也就是淡年中狮子城的意思 鱼尾湿的石头 代表了传说中桑尼拉乌肠亚王子所看到的狮子